祝敬風波 祝敬風波 灌注風波持續發酵 7號下午國民黨部聚集挺住群眾 中華統一出境黨主席 張安樂也親自出席 呼籲國民黨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 選擇換掉總統參選人洪秀柱 他並強烈批評國民黨 碰到民進黨就軟腳 打自己人就如此兇悍 他的票絕對比助力挺高 因為我們認為只有洪秀柱 可以替台灣帶來安定和平跟繁榮 場外抗議聲浪不斷 而中常會場內氣氛也不太尋常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針對換柱風波發表重要談話 認為國民黨是一個大家庭 呼籲黨員要以大局為重 我們的共同決心 都是希望能夠團結盛險 當初我沒有參與總統大選的領表 最重要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對新北市民的承諾 第二個原因是我一再希望促成黨內的團結 而國民黨中常委立耿貴方則認為 沒有換柱不換柱的問題 不管結果如何都會是一加一大於二 沒有換柱不換柱這個問題 只有主席朱主席在這個關鍵時刻 加入這個正副總統候選人這一組名單這樣的事件 朱立倫雖說願意承擔一切 並呼籲要以大局為重 但對於自己是否參選他還是沒有表態 究竟國民黨會不會鑄換成豬 對手同志都在看 凱博大台北蘇維新聞曹登華王盛欣採訪報導 好